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跟大家闲聊一下 聊一下我一个人在家里的时候 常做的一些家务 这是我家我最喜欢的一盆绿植 养了大概有一年半的时间吧 从刚开始买回来长得很局促 到现在展开了 也长得越来越有自己的个性了 嗯... 许多人说我家里为什么地面没有放绿植 因为我不喜欢在地面上放东西 所以就买一盆小小的就够了 并且我现在的精力只能照顾一两盆绿植 其他的多的我照顾不过来 所以我觉得我不能负责任的话 我就不去买它 再回答一下大家提问比较多的 就是我多久买一次菜 还有冰箱是怎么收纳的 以及会不会像其他的家庭主妇那样子 提前一周备菜等等这样子的 嗯...其实我没有规定自己多久买一次菜 就是看冰箱的情况 以及比如说带孩子出去玩 去超市玩的时候 遇到便宜的合适的就买 没有特意的规定自己一定要怎么做 另外冰箱的话也不做特意的收纳 基本上就是按照冰箱原有的收纳空间去使用 平时买完菜之后拿回来就直接放在冰箱 因为你如果去做收纳的话 反而会限制冰箱的使用空间 所以我家里一般是冰箱不做收纳 哪里放合适就放在哪里 另外就是备菜的情况 我家里也是不做备菜的 可能是因为我比较有时间做饭吧 所以就不提前备菜 家里冰箱有什么就做什么 然后一般就从冰箱拿出来洗一下 切一下 现炒现吃这样子的 但是有时候遇到特别便宜的时候 我可能会买多一点 然后为了保持新鲜 我就会提前处理一下 然后把它冷冻起来 比如说超市肉打折的时候 我就会买的比较多 然后放在冷冻柜里面 把它冷冻起来 需要的时候再用吧 所以我觉得这些不需要过分强调 一定要怎么做 就是怎么方便怎么拿 然后看情况 适合自己的都可以吧 不需要过分的强求自己 再跟大家分享一下 10月份的鲜鱼 我新买的一些东西 以及我入冬的一些准备 10月份我新买了两件床上用品 还有浴室门口用的硅胶垫 之前的已经用了很久了 所以已经不吸水了 所以换了一个新的 这两件床上用品 是为今年冬季准备的 买的是那种比较厚实的 没有买全 只买了两件 然后看试一下好不好用 如果说很好用的时候 再多买几套 现在的话先试一下吧 我想也许可能有些人 想问我这些东西的品牌 因为我不带货 所以的话我也不是要 特意的介绍这些商品 我只是说分享一下 我购买的物品 然后分享一下我的生活而已 这些物品的话去超市买的话 都是可以买得到的 然后像硅胶垫的话 在普通的超市或者网上 都可以很好买 像这种带绒的床上用品 应该到处都有 所以的话我不做推荐 大家只是参考一下就可以了 先把这两床床上用品洗一下 再用吧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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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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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